做个西红柿 鸡蛋奶酪饼 先放入黄油化开 然后放入西红柿片 正散的一面煎一下 然后像正反面煎过的番茄上面 倒入鸡蛋液 撒入葱花 撒入盐 胡椒粉 然后撒入起司 也就是奶酪 然后盖盖子两分钟后 就可以熟了 一道香喷喷的奶酪鸡蛋西红柿饼完成 大家看一下